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人的成长 因为这是属于我们人性的一个弱点 当然我必须把话讲在前面 赞美并不是错 当别人说这件事情做得好 赞!我们心里面会快乐 不能把它当作这是一个缺点 我们今天人性有软弱 我们人性需要人来称赞 来鼓励 当然我们需要把这个称赞 要得到一个适当的控制 你不能够什么都说赞 当别人说杀人 你说赞 哇!那就很危险吗? 基督徒必须做一个诚实的人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当朋友可能给了你一封资讯 你看了这封 你说我不一定认同 我不一定阿门 求主 给我们这样的智慧 让我们了解 有的时候 称赞 不是随时随地的 都会给的 还有另外一个现象 当我们去 看一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它夸大 会虚构一些的思想 让我们先把这些都放下 我们带大家进到圣经里面 来看看耶稣的时代 他也称赞人 耶稣的时代 他也在一些的人的生命当中 按下一个赞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 拿单叶 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 第一章里面的话语 耶稣说 拿单叶是心里没有诡诈的 原来有人邀请他去见耶稣 他说 拿撒勒出有什么好的 出不了什么好东西 耶稣听见了 耶稣知道 这个拿单叶是心里没有诡诈的 今天 当我们都在神的面前 去经历到神的爱 神的祝福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看见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是这样大的帮助 第二个人呢 我要提到的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 这边讲到了有一个百夫长 他要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一个仆人 他说我的仆人害病乱弱 躺在家里面很痛苦啊 请你来帮助他好不好 耶稣说好 我去 可是这个百夫长说 不不不 不必麻烦耶稣 他说耶稣 你不必一定要跑到我的家里面去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会好了 因为在我手下 我有很多的人 我只要一句话 他们就会去做了 耶稣说 这个百夫长 我应该给他一个赞 为什么 因为他是蛮有信心的人 我们能不能得到耶稣这个赞呢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说 好啊 你真的是有信心啊 愿主来扶持我们每一个人 第三个呢 我提到的就是彼得 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渔夫 个性是很开朗的 他想说就脱口而出 他想做 也许他不愿意去做 可是他已经说了 他就是这么去做了 那当然我们知道彼得的生命里面 有一些事项 好比耶稣有一次说 我要为你们的罪 走十字架的道路 彼得说 耶稣开玩笑 哪有可能你走十字架的道路 不可能的 他说耶稣如果你去死 我也跟着你去 他就是这样一个豪放的人 耶稣告诉彼得 说彼得 他说你今天 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否认主 所以当彼得在一个小孩子面前说 我不认识耶稣 这时候鸡叫了 耶稣回过头来看了彼得 彼得心里面实在是难过 我立刻跑到外面去 痛哭了一场 他知道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去否认主 彼得 有没有得到赞呢 有一次 在 马太 十六章 十三节 这里 耶稣来到 该撒利亚 贝利比的境内 那他就问 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问他们 他们当中有人说 你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有人说你是耶利米的 先知里的一个人 那耶稣说 好 这是别人说的 那你们说我是谁 这时候大家哑口无言 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到底是 是这个施洗约翰呢 还是是以利亚呢 不晓得该怎么回答 独独有彼得 彼得说 耶稣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哇 耶稣听到他这句话 耶稣给了他一个赞 说你说的真对 我就是基督 还有很多 你可以看到马可福音第十二章 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 讲到耶稣坐在 银库的前面 看着人怎么奉献 有的人大巴大巴的 从口袋里捞了出来 就往里面去 看着我看着 哇 在那个奉献箱里面 好像要让人看见 你看我奉献了多少 这时候有一个寡妇 收获着一个小钱 她来到了这个奉献箱前面 她把这个小钱怎样 投入这个银库里面去 耶稣看见了这一幕 耶稣说 他所做的 比前面所有的人 做得都大 耶稣给了他一个赞 为什么 因为他说 前面人是把有余的 奉献在神的面前 可是这个寡妇 是把他所有的 都摆在神的面前 奉献本来就不是去 区别大小的问题 神是看你的心智的问题 所以这个寡妇 在耶稣的面前 耶稣给了她一个赞 我可以再说一个 就是讲到 玛利亚跟玛达 玛达为了世界的事情 在厨房里面忙 可能撒过鱼头 或者是什么 当然他们没有吃得那么豪华 可是她在厨房里面忙着 没有酱油了 没有什么了 她说都没有一个帮手 原来她的妹子 玛利亚在耶稣的面前 听耶稣讲道 讲话 所以她有一点点心烦 就来跟耶稣讲 耶稣啊 你应该叫玛利亚来帮我 可是耶稣说 玛达 玛达 你为许多的事情 失虑烦恼 可是玛利亚 她选择了那 上好的部分 耶稣给了玛利亚 一个赞 我们看见了 很多的人物 很多的事项 他们在神的面前 得着一个称赞 各位朋友 我们都有那么一天 要面对面见神 当我们面对面见神的时候 我们是听到神给我们一个赞呢 还是说 这个人我不想给他 因为他做得不好 或者他做了错什么事情 愿主 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都给我们一个赞 因着我们真诚 因着我们所做的事情 是交托 因着我们的生活见证 因着我们许许多多的事项 我们都诚心诚意地 摆在神的面前 神要给我们一个赞 我知道 有一些的人在网络上面 不但给一个赞 很多的朋友给你一个赞 说这件事情 你的决定真的是好 这件事你做得真好 今天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在神的面前 去得到那最好最好的一个赞 在圣经里面 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真的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是这样子 会忧虑 会烦躁 他说 应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怎样 称赞他 在顺境我们来称赞神 感谢神 或许神不会给我们一个赞 因为那是我们本来就做的 很自然的 可是在逆境的当中 当我们开口 我们仰望 我们用信心的时候 神要说 你的信心是大的 给你一个赞 神要说 哎呀 你心里面是没有诡诈的 要给你一个赞 神说 哎呀 你是独具慧眼 你认出我是基督 是神 那也给你一个赞 各位朋友 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得着 神所给我们的赞呢 愿主 来祝福 让我们经历 神称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谢谢主 愿神祝福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